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当地乃至整个四川省都很聪明 这是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就不断的有人声称 在这个高山湖泊里看见了体型巨大的不明水生物 甚至有人传说列塔湖里住着一条黑龙 一时间很多人都来到列塔湖 希望一睹传说中的不明生物的真容 那么列塔湖里到底有没有不明水生物呢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对列塔湖不明水生物的传说展开调查 列塔湖位于四川省西部 甘自藏族自治州的九龙县东北12000米处的雪山上 湖面海拔4300米 是一个面积只有2.5公顶的高山湖泊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不断有人声称在列塔湖看到了不明水下生物 有人说自己看见湖中出现了一个形状奇异的神秘生物 它似龙飞龙体型硕大 每当它在湖中出现之后 湖水浅滩上都会出现凌乱的牦牛尸骨 有人猜测 这些牦牛很可能是被湖中的不明生物脱下水的 还有人反映 每当列塔湖中这种不明生物现身之时 湖面上都会出现一种奇怪的漩涡 种种传说让这个不大的高山湖泊 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为了对列塔湖水下不明生物之谜 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 记者从成都乘车出发 经过十几小时的颠簸之后 来到了距离成都六百千米外的九龙县 刚到县城记者就听说 有一个叫王长生物 曾经在几年前亲眼目睹了湖中一个将近二十米长的神秘生物 我们在当地文化站找到了目击者王长生 他向我们仔细描述了当年的情景 王长生是当地文化站的一位宣传干事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 他来到列塔湖畔的山顶写生 无意中看到湖中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动物 回来后 他凭着记忆将那个动物的样子画了下来 这个进步意识 好像这样的关子 上面呢有强空龙 它有强空龙 幻觉的很奇迹 它就成一种那种弯性 这个您估计了一下大概有多大 这个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我估计打开二十米作业 王长生所画的这张动物画像 让记者感觉很像是一条龙 龙是我国神话故事中最为常见的一个神秘动物 神话中的龙可以腾云架雾 呼风唤雨 但在现实世界中 龙这种动物是根本不存在的 那么王长生为什么会把他在湖中看到的动物 画成龙的样子呢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 王长生酷爱绘画 在他家的墙壁上悬挂着 他画的当地人喜欢的八宝吉祥图 龙的图案占据了大部分的画面 这让记者怀疑 王长生在画这几张画像的时候 不自觉的增加了一些夸张的成分 将所画的东西和龙联系在了一起 如果王长生所画的画像不是他当时在湖中看到的不明生物的真实写照 那么他当时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湖里真的有体长这些二十米的未知动物吗 目前仅凭王长生的这些画像 我们根本无法解开这些疑问 就在此时 当地人告诉我们 有人竟然拍摄到了 列塔湖水下不明生物的影像资料 于是记者决定 寻找这个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用摄像机拍下列塔湖水怪身影的人 希望从他那里 获得更有价值的线索 经过多方打听 我们终于找到了水怪录像的拍摄者 洪显烈 1994年 洪显烈从河北石家庄来到九龙县工作后 被这里优美的自然风光所吸引 萌生了摄影创作的愿望 一次他在山里拍摄的时候 听当地牧民说起了列塔湖里有不明生物的事 这让洪显烈萌生了拍摄列塔湖水下不明生物的想法 几年后的一天 洪显烈与好朋友尼克尔他和陆文东相约一起进山 前往列塔湖 根据搜集到的信息 洪显烈得知 列塔湖位于九龙县城东北12千米处的瓦徽山上 海拔高度超过4千米 并且瓦徽山上沟壑密集 森林茂密 平时很少有人能够顺利找到列塔湖 洪显烈等人经过一天的跋涉 才终于看到了列塔湖的深夜 而眼前这么一个并不是很大的湖泊 让他们感到非常失望 我当时想的那个就是这个湖泊 可能是很大的一个湖泊 起码有一几百亩那么大的一个湖泊 这个的湖泊不是很大 当时有点感觉失望 就在他们观察周围环境的时候 突然在湖边发现了一些凌乱的牦牛尸骨 而那幽暗的湖水深处 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悄悄地接近它 洪显烈突然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它有那种杀气腾腾的 因为一个人在边上走的话是挺害怕的 洪显烈认为 是列塔湖中有不明生物的传说 让这里变得更为神秘 因此在面对列塔湖的时候 人们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敬畏心理 在这种恐惧心理的驱使下 他们离开湖岸 把观察点设在了山坡 一块较为突出的岩石上 从这里望下去 整个湖面尽收眼底 然而 令湖姐妹等人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在湖边静静地一连等待了三天 也没有发现湖中有任何奇怪的现象发生 等啊 等 不出来 然后我就狠狠地骂了 骂了孩子 我把我打十八 往里面炸 你再不出来 我就把你用炸油来炸开 米克尔他的这个举动 并没有带来任何效果 列塔湖的湖面上仍然是一片沉寂 他们开始怀疑 列塔湖中究竟有没有传说中的不明生物 如果有 他们在这里已经守候了四五天 为什么这个不明生物还不出现呢 洪显烈他们三个人花了几天的时间在山上蹲守 一方面要忍受阴冷潮湿 一方面还得防备山上的猛兽袭击 就凭着一定要在列塔湖里找到传说中的不明生物 这么一个很单纯的想法 减少了四五天的时间 但是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洪显烈他们就这么一天天的守着平静的湖面 既看不到奇怪的现象 也没有不明水生物现身 没几天的功夫 所有人都失去了耐心 于是洪显烈他们三个人相互约定 到了一周的时候 如果再没有新的发现 他们就下山 归往瑰丽的湖中 隐藏着对古未典的玄境 神秘莫测的水平 浮现出奇异深映的谜题 数十位专家现场调查 探寻江河湖海显为人知的传奇 系列节目 水下秘影 迪迪中国即将播出 七天的苦苦等待 能否见到不明生物出现 神秘的巨大漩涡 是不是水怪现身的前兆 水下秘影 猎塔湖怪 迪迪中国正在播出 洪显烈他们在湖边观察了七天 仍然没有任何发现 第八天早上 他们准备下山 洪显烈恋恋不舍的 来到湖边的那块岩石上 突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 湖里边突然一下 就出现了那个就是 像就是 李斯珍旋转的 车轮一样的那种 把那个就是水搅来 这样李斯珍的转 都是有限的 像个无路线 还有翻车有限 然而让洪显烈感到惊奇的是 巨大的漩涡 仅仅出现了不到一分钟 就消失在了湖水之中 这使得洪显烈 没能及时记录下 那个奇异的漩涡 等待了大约一小时后 突然意料的奇怪现象 再次出现 这一次 洪显烈迅速将摄像机 对准了湖面 这就是洪显烈当时拍到的画面 它似乎是被什么东西搅起的 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个漩涡究竟意味着什么 难道真有一个 龙一般的神秘动物 在水底翻江倒海 但是 令洪显烈感到意外的是 漩涡旋转了几分钟后 湖面上始终没有出现 任何动物的影子 那么 洪显烈提供的视频中 巨大的漩涡 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 就在记者继续展开调查的时候 当地牧民向我们反映 有两位农夫 曾经亲眼看到了 列塔湖里那个不明生物的真实面目 王伦秀和泽仁志马 曾经一起到列塔湖畔的山上 采集松茸 当他们来到湖边 准备坐下来休息的时候 突然听见 从湖中传来一个巨大的响声 突然刮起的大风在湖面掀起了一阵阵的大浪 与此同时 他们看到湖面上突然钻出了一个奇怪的动物 王伦秀和泽仁分别为我们画了自己看到的不明生物的形象 泽仁志马画的是水中神秘动物露出水面的头部 而王伦秀却在试图描绘神秘动物在湖面上运动的整个过程 两人的图像无法提供更加确切的信息 根据他们的描述 在湖面上出现的是一个既像蟒蛇 又像鳄鱼的奇怪动物 那么当时他们看到的会不会就是鳄鱼或者蟒蛇呢 猎塔湖里会有体长超过20米的鳄鱼或者蟒蛇是在的 带着这样的疑问 记者来到成都理工大学 走访了这里的动物学专家李回教授 我看到这两张图的话 奴迹者给我画这两张图的话 一个看到似乎有点像鳄鱼似的 好像背上好像有些类似鳞片状的东西 立起来 我记住尾巴还是扁的是不是 但是鳄鱼也是帕行动物 现在全世界的话在4000多米高的海帕 那么高的海帕的水体里面 没有发现过有恶意的存在 李教授告诉我们 鳄鱼是一种每天需要用阳光来提高体温后才能活动的动物 它们主要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在我国只有长江中下游的低海拔地区才发现有野生养子恶 在海拔4300米的猎塔湖中是不可能有鳄鱼生存的 而同样是爬行动物的蟒蛇也不适合在这里生存 我们都知道爬行动物是变温的 那么气温低了以后 那么它的身体的体温也跟着下降 那么成年的平均气温才6度 那么换句话说 到冬天它的气温就是零下好多度了 那么在零下多少度的情况下 在这个湖里面不可能是有爬行动物生存 专家告诉我们说 像蟒蛇鳄鱼这一类爬行动物对生存环境要求非常高 像猎塔湖这样的高海拔低气温低气压的高山湖泊里 鳄鱼蟒蛇这类爬行动物不可能生存 从这一点上讲 专家直接否定了猎塔湖里面有类似爬行动物的不明生物存在的说法 那么几位目击者在猎塔湖看到的那个不停游动的神秘生物到底是什么 这个游动着的生物和红写烈用摄像机拍到的漩涡有着怎样的联系 为了解开这些疑问 我们的记者与成都理工大学万新南教授一起组成科考队 对猎塔湖水下不明生物展开现场调查 不明生物再度出现 图面之上又起连衣 猎塔湖中究竟隐藏了多少秘密 水下秘影猎塔湖怪 地理中国正在活出 当我们的科考队来到猎塔湖所在的山脚下 准备上山的时候 迎面却走来了几个刚刚下山的游客 是刚从猎塔湖下来吗 是的 从猎塔湖下来 看见水管没有 今天看到了 看见水管 我们也看到了 什么样的水管 那个湖里边 湖里边这个车里有个大圆圈 湖里边啊 车里有个大圆圈以后呢 那个大概有五米多 那个大圆圈啊 刚刚从猎塔湖边归来的游客 竟然看到了水管 这个消息让科考队兴奋无比 科考队立刻处罚 在中午时分赶到了猎塔湖 我们在平台上架起了摄像机 静静地等待那个神秘动物的出现 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 也许在今天 我们就可以一睹猎塔湖水怪的真理 下午四点 猎塔湖上突然飘起雪花 原来平静的湖面上 也出现了极为强烈的反光 这些反光 对我们在湖面上寻找目标非常不利 但是就在这时 湖对岸附近的水面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个漩涡与红险猎所拍摄到的神秘漩涡 出奇的相似 难道传说中的猎塔湖不明生物 就要出现了吗 在关键权的对面 还在这 速度非常快 我们不断地调整机位 捕捉湖面上出现的这些可疑现象 然而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这些现象虽然反复出现 但却没有看到任何生物的影子 更让人感觉奇怪的 还有当时的天气 当天下午 猎塔湖上空一直都很停了 可是当湖面上出现这些奇怪现象时 却突然飘起了雪花 而那些现象消失以后 雪也停了 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还是天气的变化 和那些现象之间 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呢 大家都注意了这么一个事实 当这个现象出现的时候 它必须是阴云密布 或者突然下雨下雪 那么这种伴随这个现象同时存在 这种现象的话 就跟这个猎塔湖所处的 一个高山这个背景 一个高山气候背景 高山的这个地理背景 这是有关的 原来 外星南教授通过观察后发现 猎塔湖所处的位置 地形十分特殊 塔三面环山 形成了波及型的地形结构 专家分析 正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 才导致了奇异现象的出现 白天猎塔湖受日光照射 湖水表面温度逐渐升高后 使靠近湖面的热空气上升 与高处的冷空气相遇 在两股空气温差的作用下 使空气产生了对流 有了温差以后 那么它的气流就发生对流 对流 在对流的过程中 那么它可能就开始形成一个小炫火 万教授告诉我们 猎塔湖上之所以会出现炫风 是由于西侧山谷中不断横向吹来的风造成的 当湖面上的对流空气 与山谷中吹来的风相遇时 就有可能使对流空气旋转起来 因此在猎塔湖面频繁出现的这些奇怪现象 并不是因为湖中有不明生物作祟 而是湖面上不稳定的旋转气流 在水面上掠过的时候造成的 气流它是随机的 不是说它一定要出现随机的 那么在这种随机条件下 那么它可能产生一种旋风形式 那么它的旋风可以大 可以小 如果旋风大的话 它就可以产生一种大面积的 那么底下水好像在一个平台上转动 这个转动从人的角度看 它就像一个鱼在那游动一样 时间不同 地点不同 那么气候不同 那么你观测的这个现象可能不同 专家进一步分析说 如果湖面上出现的旋风继续不断增强 就会因为旋风中心气压减小 而把湖水吸向空中 从而出现另外一个奇观 水龙卷 泽人芝麻和王长生等目击者看到的 湖面上出现的那个近二十米长的神秘怪兽 很可能就是这种叫做水龙卷的自然现象 由于它们被列塔湖一直充满了敬飞 而类似水龙卷的情景又非常罕见 因此 当这种恶劣的天气现象突然出现的时候 目击者很自然的就把这个景象 和自己所熟悉的事物联想到了一起 擅长绘画的王长生 将这种场面想象成了一条会飞腾的龙 而王伦秀和泽人芝麻 则把它当成了巨大的鳄鱼和蟒蛇 至此 有关列塔湖中所谓的不明生物的谜题 被科学家一一破解了 正是这里独特的地形 高原的气候条件 使得对流空气与山谷中吹来的横向风 互相交织 共同作用 形成了水面上众多游走不定的漩涡 这才是所谓列塔湖不明生物的真实面目 列塔湖里所谓不明生物的秘密 已经被科学家彻底破解了 那么为什么这里的百姓会在很长的时间里 相信湖中藏有龙一样的动物呢 专家告诉我们 因为人类对于水下世界的了解 直到今天仍然远远赶不上人们生活的陆地 正是由于水下世界充满了未知和谜团 所以人们往往会对江河湖海中 罕见的自然现象赋予神秘的传说 添加丰富的联想 但是科学家们却说 这些关于所谓水怪的传闻 其实恰恰为科学研究提供了非常鲜活的课题 正是对这些未知现象的科学考察 促进了人类科学对水下世界的探索和认知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我们见